大家好 不要自以为是 对于主义 瞎废平章 不懂得法治 更不要冒充学者 来称到法治 在以中国国民党 至中国的今日 老实说 一切国家 最高根本法 都是根据 与总理的最高一教 违反总理一教 便是违反法律 违反法律 便要处于国法 这是一定的道理 不容胡适博士 来胡说 得 胡适呢 从此又添了一个哑号 叫胡说博士 这胡适啊 简直要被气得失心疯了 他就决定拉开架势 跟国民党讲理 于是呢 一篇题目为 人权与约法的文章 发在他自己跟朋友 一起办的一个叫 新月杂志上 他表示 对国民党所允诺的 各种人权保障 很失望 他举例说 安徽大学校长 刘文典 受蒋介石召见时 因为只称了先生 未称主席 便被以智学不言而拘禁了 他的家人只能到处奔走求情 却不能得到任何法院 去控告蒋主席 胡适下结论就说 这是人治 不是法治 唐山的阳姓商人 被驻军152旅拘禁 并严刑拷打 商会呢 只能去求情 而不能依照法律呢 去控诉 胡适认为 此类事件 唯有法治 可以规范 他说呢 法治只是要 政府的官吏 一切行为 都不得逾越 法律规定的权限 法治只认得法律 不认得人 在法治之下 国民政府的主席 与唐山152旅的军官 都同样的 不得逾越 法律规定 如果有侵犯人权者 无论是152旅的连长 或者是国民党的主席 人民都可以控告 都能得到 法律的制裁 胡适呢 大声几呼 快快制定约法 以确定法治的基础 快快制定约法 以保证人权 此文一出 立刻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罗隆基 王造石 梁石秋 等等呢 就纷纷发表文章 支持胡适 胡适啊 一高兴 又弄了两篇文章出来 一篇是 我们什么时候 才可以有宪法 对建国大纲的疑问 另一篇呢 是知南 行义不义 孙中山先生的 行义知难说 竖评 在这两篇文章里呢 胡适对孙中山的 建国大纲 只讲军政 训政 而不相信民众的参政能力 提出了犀利的批评 同时也抠袭了孙中山 知难行义的观点 胡适的朋友们 都劝他 别发表了 但是胡适不怕 他说 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 国民党的自由 和批评 孙中山的自由 上帝尚可以批评 何况国民党 与孙中山呢 看看这个著名的 个人主义者 兼自由主义者 膨胀到了何种地步啊 本来呀 光说说孙中山 可能也没人跟他过不去 你想呀 这国民党里边 有几个人真心信仰他呀 但是啊 这胡适啊 他不肯再批判 批评孙中山这里啊 止步 他把矛头 就指向了国民党的 整个官僚体系 他说呢 如今中国 这几十万个官吏 从最高的院长 部长一直到 守门的门房 扫地的差役 都是靠推荐 援引 苟且的方法 来产生的 以一般没有 现代学术训练的人 统治一个 没有现代物质基础的 大国家 天下的事儿 有比这个更烦难的吗 这下儿 可算是真正的捅了 马风窝了 你想都扫到门房了 扫地的那儿去了 国民党的大小官吏 就一拥而上 开始对这个狂妄的胡适 胡适啊 口诛笔伐 一时间啊 这个民国日报啊 大公报啊 光报啊 时事新报啊 觉悟 星期评论 等媒体就开始 讨伐胡适 这些文章呢 充实了版面 光报呢 发明的是 发表的是 关于胡适之最近之胡说 里边呢 就提出来 要挖胡适背后的黑手 胡以不党之学者自居 而社会也以事之称之 故胡说一出 随大德社会之同情 尤其知识分子 大为称快 国内外之刊物 皆纷纷为之介绍 况 胡与陈炯明背叛孙先生之计 段祺瑞开善后会议之时 似长与眉来眼去 结成露水姻缘 则今至 罪欢重拾也属人之常情 是胡之不党云者 恐不识意识炎炎法 而背后之老板 顾身面目争灵 非说人家背后有人 民国日报发表的一个文章 题目是 有宪法才能有训政吗 把胡适 与这个帝国主义和军阀等同起来了 现在的时期 中国国民党统一了中国 紊乱的中国政治剑刺入了轨道 已在国民党革命实行训政的时期了 同样的 在一般世代府阶级 封建余孽和新兴的资产阶级都高呼着 中国国民党独裁 中国国民党专政 他们反对中国国民党的意义和帝国主义是一样的 哎呀 真替这些国民党的这个文宣呢 这帮战士啊 着急 你们难道不知道 胡适曾经平凡的出入沟澜花天酒地吗 为什么不接他的这个老地儿呢 啊 你们怎么不奔那下三路去呢 为什么不通过警察局去找一找他当年那些鬼混过的那些风月女子 让他们交代交代胡适的斑斑略迹啊 只要能证明他的道德一贯败坏 那么他就能找到他如今一端邪说的根源所在了吗 你说你们把一个披着这个学者外衣的糜烂灵魂暴露在国人面前 他将千夫所指 无计而终吗 哎 这帮蠢蛋啊 他还没这么干 当然了 他们也是确实没打算呢 就这么放过胡适 他们呢 只是采取了另外一种办法 哎呀 这花粉 过敏 1929年8月13日上海市三区第三次全区国民党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 承请市职委转程中央资请国民党国民政府这个赤商业部将中国工学校长胡适彻职 这个区申请很有意思 1929年呢8月25日这个国民党上海特别这个执行委员会召开了一个常委会 决定了同意三区党部的决议 转程中央资国民政府令教育部将中国工学校长胡适彻职 称处 并在三天后呢 召开了上海市特别执行委员会第48次常会议 指出呢 中国这个工学校长胡适公然侮辱本党总理 并诋毁本党党义 背叛政府 蛊惑民众 应请中央转令国府 言于承办 紧接着呀 这个北平天津江苏青岛 这些国民党的党部先后发表声明 一致要求承办胡适 北平市国民党党部呢 还将这个胡适啊跟共产党联系起来 当此反动派四激活动 共产党文艺政策高唱入云之时 该胡适原为一丧行文人 其背景如何 五人虽不得而知 然其意义图解 我共言 咬我党机之启谋 故意招然若见 哎呦 这个国民党倾倒的啊 那个是要求江胡适 逮捕谢金 予以严丑 江苏省党党部呢 也召开了这个第47期 执行委员会的会议 通过了报请中央 击捕胡适的决议案 呃九月十四日十五日 北平天津 分别都通过了提请中央 逮捕胡适的议案 十月四日 国民党教育部发来了训令 认为呢 胡适以头脑之玩偶 呃玩救迷惑青年 在中国公校校长任内 对于学生社会政治运动 多所阻挠 实属行为反动 应将胡适撤之成办 就这样呢 这个就掀起了对胡适的 批判的新高潮 面对如此的声势 胡适肝胆剧烈 他只好以鹦鹉救火的佛教故事 来自我解嘲 他说呀 今日正是大火的时候 我们的骨头烧成灰 终究是中国人 实在不忍袖手旁观 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 滴下的水滴未必能救火 我们不过尽我们一点微弱的力量 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 然而他还是不得不辞去了中国工学校长的职务 至此啊 他和这个国民党呢 都消停了几年 直到这个日本鬼子啊 打进来了 国难当头 他才再与国民党再次合作 蒋介石啊 始终对这个胡适是极其不满意的 一直到了这个1956年的时候啊 他还仍然的指使这个蒋经国在媒体上批判胡适 甚至呢还瞎发了一本叫做 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 直接指出胡适是名为自由主义者 实际上却是共匪的帮凶 气得胡适啊 心脏病连连发作 但是呢在海峡这边 是什么样呢 这个共匪啊 被人指为共匪的这个 1950年6月出版的新名词字典里边 胡适的词条是这么写的 胡适 为自由主义的无耻文人 1955年 1954年到1955年 大陆这边呢 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批判胡适运动 哎 说这个悲催的胡适啊 要说的故事多得很 就是不说了 胡适啊 生前说过许多话 许多的大家都认为是能成为格言的话 他死后的这个碑文呢 也极尽赞美 但是啊 我们最喜欢他的哪句呢 是他借用达摩和尚说的那句话 达摩到东方来 就是要找一个无受人祸的人 胡适就是一个不受人祸的人 这大概也是他不被人待见的原因吧 好 我们下期见